这段时间随着福建安西铁观音秋茶上市旺季的到来 产茶区的茶农茶商们都忙着卖茶买茶 茶叶市场一片繁忙的景象 据了解 今年进入铁观音秋茶采制期后 福建安西县天气晴好 湿度适宜 安西县全县120万人口 80%从事涉茶产业 茶产业收入占到当地农民纯收入的56% 当前安西县秋茶集中采制基本完成 记者了解到 今年秋茶价格跟去年相比 涨幅在20%到30%左右 我总共也差不多收了3万多斤 那平均价格就是60到200 今年茶笼也征收 近几年福建安西推动茶园往高标准生态茶园方向转化 同时还在网络上开拓市场 通过多方合力畅通了茶叶销售渠道 我总共也认为了解采制基本方向转化 我总共也认为了解采制基本方向转化 我总共也认为了解采制基本方向转化